您对于一个你们不是经常打比赛的这个组合 您是平时在游波杯排配的队 然后在这么重的比赛然后赢下这一分 您是怎么进行沟通了 或怎么进行配合的这方面 首先我们确实不是经常配 而且我已经很久不打女双了 其实对女双的一些打法包括一些跑位 其实我还是有点陌生的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能赢得比赛的 最重要一点是我们相信彼此 因为像在场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过多的战术线路 我们就告诉对方一定要相信自己 相信对方 我觉得最多的能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我们互相鼓励吧 并且我们很相信对方一定能 就是不让彼此失望 就是今天比赛 影响上比赛 您觉得对你们来讲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团队的力量吧 首先其实我自己都觉得 其实二双我们是劣势的 就是不太就是一上去 其实信心上面是不太足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力量 包括像清晨贾一帆 他们赢下很关键的一分 包括俄宾交 就算宇飞在第一场他输掉 但是我们整个气势上面 其实都是给日本队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冲击 包括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能拿下这个冠军 并且我们能拿下这一分 我觉得是整个团队给我们的力量 因为他们的加油声包括各方面都让我们就是 即便落后或者领先 我们都很稳的一分一分的咬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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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